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刀姐电影 今天带来一部青春期的甜美爱情故事 《溺水小刀》 女主夏娅是一名小有名声的模特 由于家庭变迁 不得不放弃在京东现有的演艺事业 跟随父母来到乡下小镇生活 初到小镇,好奇心使她闲逛到一个人烟稀少的海滩 这时镇长的儿子阿航正躺在海边 一个外表看起来坏坏的小帅哥 他走过去,他抬起头 两个人在对方眼中都闪烁得刺眼 也许就是那一眼,便在心里种下了爱的种子 第二天,夏娅来小镇学校报到 发现跟阿航是同班同学 心里有些小雀跃 下课后,同学们纷纷围住夏娅 想跟这个明星成为朋友 恋爱中的男孩,不懂得该怎样吸引女孩的注意 有时候会通过泼冷水来获得关注 阿航对受欢迎的夏娅说道 你应该很快就会过气了吧 不过,这并没有打击到夏娅 反而被坏坏的阿航所吸引 更是对她充满了好奇 她跟随阿航来到海滩 阿航霸道地把夏娅推进海里 俩人在海里嬉戏一番 从此变成好朋友 一天,夏娅收到有名摄影师的信件 邀约她一起拍写真集 可就在摄影师给夏娅拍摄写真时 阿航却突然扔石子 打断了他们的拍摄 还理直气壮地说道 这座山都是我的 连你也是我的 说完立马逃跑 此刻夏娅心中荡起涟漪 不由自主地追上去 两人相互注视 脸红心跳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几天后 夏娅拿着拍摄好的写真集 想给阿航看 说完几句话就害羞地跑掉 两人你追我赶地来到小河边 当夏娅喝碳酸饮料 喷得满脸都是时 阿航直接栖身上去 狠狠地舔了一下她的脸 多么狂妄 自信 感觉自己拥有一切 而夏娅就是喜欢她的霸道 也许从相遇的那一刻起 阿航就成为了她心中的神明 而这场追逐中 还是夏娅先低了头 主动向阿航表白 这个傲慢的神社之子 和骄傲的东京少女 也终于走在了一起 从此 这对小情侣开始频繁约会 阿航还是一如既往的霸道 比如给夏娅系腰带 送夏娅上公交 把夏娅的手链扔掉 然后把自己的传家手链给夏娅 不久后 小镇上举办年度祭典 小镇上一名爱慕夏娅的猥琐男 突然出现 欺骗夏娅说她爷爷 突生重病在医院抢救 拉她到小森林 对夏娅表达爱慕之情 并显占为己有 夏娅用头撞了猥琐男 并趁机逃跑 此时 祭典上的阿航 发现夏娅不见踪影 跟村民打听行踪后 追赶上去 四处大喊寻找夏娅 夏娅听到呼叫声 马上求救 不幸此时猥琐男也出现 用石头砸向阿航 此时的阿航已经无力反抗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猥琐男 扑到夏娅身上 曾经以为是她的神明 可怜自己的女孩也保护不了 虽然村民及时出现 解救了夏娅 没有被侵犯 但这件事 却成为了两个人的梦魇 阿航开始渐渐疏离夏娅 哪怕遇见也要逃离 她不再大喊 不再自信 终于忍受不住压力 跟夏娅提出分手 从此一蹶不振 并成天跟小混混 在一起打架闹事 她觉得自己 没有能力保护夏娅 是自己还不够坏 所以她要学得更坏一些 而在学校里 夏娅也成了大家的嘲笑对象 都认为夏娅其实是未侵犯了 叨到了同学们的孤立 经受双重打击的夏娅非常低落 而此时 爱慕夏娅已久的同学大友出现 开始关心并照顾夏娅 两人一起吃饭 一起上下学 莫名其妙的两人 确定了恋爱关系 一天 夏娅来山上庙里祈祷 正好遇到打完架 受伤的阿航 随待阿航到她山上的小别墅修养 夏娅清楚自己最爱的是阿航 劝说她振作起来 不要把自己名声损坏的事 归咎于自己 两人相拥在一起 阿航把自己的贴身小刀送给夏娅 鼓励夏娅继续演绎事业 继续你那闪闪发光的人生 并说以后不要再见面 夏娅伤心落寞地离开 也按照阿航所期待的 回东京继续自己的演艺事业 并跟自己并不爱的大友提出分手 离开小镇前一天 恰是小镇年度祭典 夏娅来到山中别墅 跟阿航告别 不料猥琐男 定又尾随夏娅来到别墅 想再次占有夏娅 紧张激烈之时 夏娅拿出阿航送的贴身小刀 准备与猥琐男拼命搏斗 祭典上 暗恋阿航的迦奈告诉阿航 看到一个可疑的戴面具男子 阿航马上飞奔来到 跟夏娅约会的地点中山别墅 还好及时出现救了夏娅 气愤的阿航想杀了猥琐男 而迦奈担心阿航杀人或刑事责任 及时上前阻止 备受惊吓的夏娅轰过去 慌乱中 猥琐男来到夏娅身边 决定自杀来给外界造成 夏娅被性侵的影响 这则新闻一出 一定会毁了夏娅 阿航这次为了保护夏娅毁尸灭迹 把猥琐男的尸体 连同那把小刀扔进海里 成为他们心里永远的秘密 亚人也最终分开 几年后 夏娅成为当红女明星 在观看自己电影预告时 影中的男主 突然带入成了阿航 一真一假 四虚四实 也许只是夏娅的梦境 不过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在她心里 阿航依旧是她的神明 还是用尽自己的一切来喜欢着她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 想看什么电影 记得留言私信哦 我们下期见